各位 你们看看我拿到了什么 这个就是华为第一款内GAP型的折叠机 讲个内GAP啊 叮 这个就是华为最新发布的P50 Pocket 外型的话P50 Pocket采用的是上下向内翻折的设计 关起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很cute 打开很长6.9吋21比9长屏 机身颜色金钻白非常白的那种 配上两个黑色眼睛 整个就是黑白配的感觉 重点上面还特地做了立体的格林纹 摸上去有点吐起来的很像摸着Golf球的感觉 不滑手 然后教练处就是一个华为logo 这次要特别称赞的是无论关起来还是打开之后 对着那个缝隙完全是紧紧贴合机身的 可是screen方面就算躺平到完 还是看到明显折痕 OK我现在试下到底能不能一手打开 太厉害了吧各位 可以耶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打开之后整个画面我觉得直接变很长 超长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它里面 当折一半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直接分成两半 这边变成操控界面 然后这边呢就是画面 可以在下面操控 内折和折叠机的好处就是 可以沾可以做可以倒挂 想拍照的时候只要折一半就搞定 连自拍棍都不需要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倒挂在墙壁 team 其实我觉得整个手机最可爱的部分 就是它两个大眼镜 一个是镜头 一二三三个镜头加一个闪光灯 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一寸的screen 当然这边也是可以自拍啦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关起来之后 它目前能够做到的只有拍照 拍video是按不到的 那这一颗一寸的小screen 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 滑下来是notification 转过去右边camera 再转过去是weather 左边的话就是music 它真的是有点像智能手表的界面 但是因为它的screen实在是太小了 它可以做的东西也是很有限 另外P50 Pocket用的是侧边指纹解锁 手指上去开机二合一 至于其他配置就是 4000毫安电池加40W快充 红门OS 后置镜头三颗 原色镜头40MP加13MP广角 再加30MP的超光谱镜头 其实我个人觉得华为P50 Pocket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存在 当然它也不是什么黑科技也没有什么最新技术 但是就剩下它多了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Hawaii Mate X 或者Mate X2 它都是这样子开的对不对 那个就比较商业比较搭 比较适合男生一点的 但是这个P50 Pocket 它就是折合型的 就是非常适合女生 它装不了什么 就是装可爱 好啦今天的快速上手就到这边了 这样如果你也觉得这个P50 Pocket很可爱的话 你就给个like 你想要找关于更多的话 你就留言给我 我尽可能就回答你 这样未来有机会也会拍一个特别详细的测评给你们 OK 下次再见 拜拜